我們來看三 事實上三就是為憲哥選擇的 神經 神經投資型 是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呢 大家不要認為神經不好 事實上你的感官 你的認知 嗅覺 對於金錢是最敏銳的 這樣子 對 所以絕對不會盲從 很重要呢 這個跟佩儀姐不大像 可是佩儀姐會善意 對 佩儀姐她一定會善用 專家來理財 所以這種就是屬於善用 專家系的 對 了解 好 那我們既然已經講到 大家的這種投資屬性了 對不對 那我們就要來講講囉 就是你看投資 通常人家都講說 魔鬼收門徒 所以往往你不懂的 這些理財工具 你有時候一出手 就讓你獲利 一獲利了之後 你心就變大了 你就覺得我自己真的是 古神巴菲特二對不對 然後接下來就不得了了 所以在這個投資之路上 一定多多少少起起疊疊 碰碰撞撞是一定有的 那佩儀姐也投資這麼多年了 對 差不多二十幾年 因為我以前是我熟悉的股票 我才會去投資 我不會說沒有聽過的股票 人家小到小喜告訴我 我就會投資 我不會 所以後來我有一個親戚 因為她也是很理性 很不錯的一個姐姐 很會理財的人 對 他就跟我講說 小姨有一家叫萊德 你還不錯 你可以從18塊開始 那時候我接觸她的時候 幾年前的時候是18塊 但她真的就開始漲 那她就一路藏到甜頭 藏到六七十塊錢 然後從18塊到達到快70塊錢 三 四倍 這樣還不出 有 就是進啊 出啊 進啊 出啊 進出出出的 可是你賺來的錢 你都是這樣稀里花 然後就這樣花掉 然後後來結果我就開始 它慢慢到了70以後 到了頂點 然後它這個產業可能要沒落了 我還是秀不到那個感覺 然後後來就慢慢疊 那疊我就想說我70塊的時候有 那我60幾塊的時候再買10張 50幾塊的時候再買 就40幾塊再買 就要一路買買買買 我買到七 八十張了 對 就一直疊疊疊 結果疊到它只剩下8塊的時候 8塊 因為我是那種 屬於疊就不賣 因為我覺得我就沒有 有損失就不賣 就是 我就不會覺得我損失什麼 我就沒有賣 可是當它疊到8塊的時候 一部賓士車就沒有了 就這樣疊 後來欣欣想說那再繼續 然後我就問一些專家 他就說那個CV引擎 光碧引擎是落落了 那我就想我8塊錢 最起碼10張還可以8萬塊回來 對 那我想說好吧 那六七十萬也最少還是有一點錢回來 可是真的很痛 那種痛是好像 拿個刀子把手自己砍斷 那個血量飆 那很痛 那告訴自己就說 有些不熟悉的股票 絕對不能說隨便去嘗試 對 可是其實在操作股票 停損的概念真的很重要 有時候大家就是往往 就是啃不下去那一刀 就沒有做到停損的動作 一般都是賺了就跑 然後套了就爆 然後爆了就一直套 然後就一直惡性的循環 變成駐上了總統的套房 真的 不過在一般投資來講 其實沒有想像中那麼的困難 但是對一般人來講 你說要他懂得財經來講 也是沒有時間去研究等等 我們今天要請到一個投資的達人 這個投資達人 他16歲就啟蒙了 這麼年輕 22歲就開始投資 27歲他就擁有第一桶金 29歲他竟然是可以退休 去享受他的退休生涯 我們用熱烈掌聲歡迎二汶 謝謝 哈囉 你好 你好… 你也未免太年輕就退休了 你現在叫我們這些人 你要請退休了 其實是因為提早開始 其實我覺得有點因人忌諱 就有一次在家裡的時候 然後就閒來沒事 就在家中看到一本理財書 不過其實那時候我看不太懂 不過我看完這本書 然後想說數字什麼的 其實都不太清楚 可是我記得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就是要提早開始 所以我吃飯的時候 就對以前很有興趣 16歲不是正式的情鬥初開 就沒想到談戀愛 那時候可能沒有這個機運 那你是22歲開始投資理財 開始是從哪邊招手 那時候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然後有一點空檔 然後我就想說 有一點小小的 利用錢可以存起來 然後我就去投資 然後就開始去研究 然後一開始我從股票著手 然後也有從基金著手 然後就這樣子進去市場 然後剛才碰到台股是往上的 多投的時候 對…就得到一個很好的印象 然後就開始對投資很有興趣 所以22歲到27歲 短短的5年你就賺第一桶金 就是靠投資這部分的話 是 那你的投資的秘訣 是在哪裡 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 有…這邊有準備了兩點 就是剛好就是一個是股票 也是基金 對… 第一點的話就是 不要聽李專或者是謠言的名牌 相信路人都認識的名單 路人名單就很有趣了 像我喜歡承受什麼 就是你隨便去路上 對 可能找一個他對投資有一點概念的 那就是路人 對 就問他說有一些公司 他都會知道 比如說 你問一下 等一下 我們就問一下 我們這邊很多路人 你就問他那麼多路人假 路人以後問一下 除了佩儀姐之外都是 請問知道中華電信嗎 就知道 對 因為打電話 其實泰森好像科技的遊戲 再測試一個… 比如說台積電 台積電 對 七歲的公司 對 比如說中鋼 比如說中鋼 對 台塑 金床班 對 所以這種就是要做路人牌 對 這都是路人名單 阿文 我剛剛聽你講 你都買一些龍頭股 尤其提到這個台積電 很多人都認為說台積電 這大股額 這股額怎麼有可能賺錢 你為什麼會選台積電 其實像這樣的公司 在市場上出現危機的時候 它其實會呈現很便宜 很便宜的狀態 比如說講到2008 2009年的 金融海嘯 對 這時候台積電 它的價位其實就是在40塊上下 現在說出來的話 很多人都不敢相信 現在140幾 對 如果從那時候開始陸續買進 我那時候就 很多人想說大跌的時候 跑都來不及 對 那時候我就很耐心的等待 就等到我覺得一個 差不多便宜的價位的時候 我就慢慢的去買 對 所以你買在這麼便宜 像這種龍頭股買了就不賣 做長線是不是 而且我會等它打折的時候 這樣子的投資報酬率 大概可以有多少 其實如果是比較穩定一點的 像剛剛提到中鋼 對 它年負利報酬 大概都還有6% 10%左右 如果再積極一點的 像剛剛台積電 甚至像數字的便利商店 這種的 它可能報酬率都衝過2 30% 對 它接入那個2008年 實在太好了 台積電我記得最低 跌到43塊多 那鴻海跌到56塊 對 你說鴻海是大牛 那時候買56塊的 鴻海現在也賺到 台積電每年配3塊 已經配15塊 如果43塊減15塊 現在成本是28塊 對 你的成本越低 你所配的錢變成分子 那你的投報率就越高 越高 對 严謹有在玩股票嗎 沒有 可是朋友會跟我講 但是我會覺得說 如果不是自己的本業的話 就不要去亂碰這一塊 所以如果有朋友跟你講說 我跟你講現在這支股票 我跟你講大賺 近來最少賺個50% 你都不為所動嗎 我就是有一次這樣子 因為我朋友剛好欠我錢 OK… 拿股票不錯 然後我就 好 那我就再多給你錢 那你幫我買兩支這樣子 好玩這樣子 後來一路跌 但是我有跟他講 他怎麼會這樣子 他說因為我當初跟你講 是穩定的 他就把全額都推給我這樣子 所以我也沒有賠到錢 所以你沒有賠到錢 沒有賠到錢 推朋友自己認賠就對了 對 那接下來你的第二點是什麼 第二點的話是基金的 像基金是很多上班族 領星族的必備的工具 對 我這邊有一個口訣 就是在提醒各位 在買基金之後的方法 第一個就是要 由大到小 什麼意思就是 由大到小 先從基金投資範圍 比較大的開始吧 舉例… 比如說全球型的股票 全球型的債券 買完你可能先把這部分 買好之後再去往國家型的 或者是區域型的 不要一開始就鎖定 單一市場對不對 對… 如果它那個範圍越小的話 它可能報酬也很高 可是風險也很高 對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 由大到小 第二個的話就 由減到凡 就是你在買基金的時候 像定期定額 大家都很熟悉 可是有些人他想說 我覺得這個機會很好 我要用單筆的去買 其實一開始不要這麼複雜 對 所以就由簡單到繁鎖 就先從定期定額布局好之後 之後你覺得還有能力 再去選擇單筆投資的基金 對 然後第三個最後就是 穩賺為上 什麼意思呢 我也想穩賺為上 穩賺為上 其實基金 廣告都講 基金那個有賺有賠 對 很有風險 對 穩賺為上什麼意思呢 其實基金有分熱門的基金 對 跟比較平淡的基金 但有一句話我們都知道 人多的地方 不要去 有時候 有時候基金太熱門了 代表它前一陣子的表現 非常非常的好 它才會熱門 對 可是這時候可能也反映出 它可能高峰點已經過了 對 那這時候如果育國峰跟進去 反而會容易成為虧損的一部分 可是所以像基金的話 你是走長線布局嗎 還是你還是會看你的波動 做進出呢 我大部分的話都是 對 像為什麼 基金投資很有哪些 你不可不知的重點 廣告後 馬上回來